下午时间长辈们齐聚一堂 每个人的面前都摆放了草莓、红豆泥等材料 等讲解完就要跟着老师一起手作甜点 为了让长辈们多走出门动一动 新北市政府推动银法俱乐部 也鼓励社区一起加入 所以系指区公所和社区合作 开办了一系列的课程 摩天镇社区的甜点课就吸引不少长辈参加 这一天系指区长陈建明也来视察和大家同乐 除了在里里有银法族俱乐部之外 现在市政府也希望说把这样子的一个 有意义的这样子的银法俱乐部 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来 所以我们今天很感谢我们系指 我们摩天镇的社区这样子 来响应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今天是银法俱乐部的先修班 我们可以看到说今天长辈们 在做的是一个我们甜点的一个课程 那就是我们今天做的甜点 在老师的解说后 大家开始动手DIY 这一堂课教的是和风草莓大福 只见长辈们慢慢的将皮摊开 接着放入红豆馅料 还有重点就是这一颗颗的红色草莓 摇摆进去 最后包起来 现场系指区长以及里长 都一起手做草莓大福 实际动手做的确不容易 但是大家都很用心的完成 自己亲手做的甜点更美味 所以长辈说要带回去跟家人分享 今天是做和风草莓大福 这看起来也是很好吃的食品 让大家都很快乐 大家来这儿 学到这些很好的东西 可以大家回去分享 管理会很配合就是他还成立这儿 让我们豪天镇社区的长者 他有一个休闲 就是然后一个学习的地方 那我们也感谢就是市府公所 今天我们就是来 我跟区长来 我们两个就是要让我们长者 就是有信心 那我们也跟着下去做 那当然相信就是说 每个都做得比我们好 那可是那个食材都一样的 好不好看不成仗 但是应该都好吃 我们的英华族俱合部 那目前在有三个社区 目前都在推动 除了烘焙班 甜点班 太极拳班 桌游班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各社区 那个目前纳入的课程 那这样这个英华族俱合部先修班 那个我们也希望说 系纸这边我们这些社区 就是说有这样一个需求的话 那个也请我们的社区 那个官员会可以 透过我们公所来跟社会局 做一个申请 一年会有两万 最多可以申请到两万美元的辅助 来做一个课程 那个的开设 摩天镇社区1700多户 居住人口多 长辈们都希望能够多办一些课程 让他们的生活更丰富有趣 而系纸区公所也将陆续的到社区 推广银法俱乐部先修班 让更多长辈透过参加活动课程 结交更多的朋友 学更多的东西 老年生活更多彩多姿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